李显龙总理访问了美国 和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美国国防部长都分别见了面 那么现在白宫方面 出来的信息就是说 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印太安全 和这个乌克兰危机 我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吴教授 就是新加坡在这次 乌克兰危机当中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 新加坡是这样 就是他要保证 他自己在区域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他觉得有必要发生 原因就是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是比较明显的 违防联合国宪章 所以新加坡是觉得 这个时候是一定要 挺身而出 虽然大家知道新加坡的体量不大 而且跟俄罗斯的 贸易关系也不是很强 但是这个时候实际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态 所以包括东盟 好多国家都在观察 新加坡的一个动向 那么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 这个乌克兰危机 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战争了 目前刚才你也提到 新加坡是一个体量很小的一个国家 一个城市国家 那么这个乌克兰危机 对于新加坡的外交政策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尤其是新加坡 作为这样的一个 比较体量小的一个国家 在处理区域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的关系 俄罗斯的关系 甚至包括和台湾的关系的时候 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样的 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是可能会做什么样的调整 新加坡是这样 就是说他体量很小 但是他一直认为他自己是比较敏捷的 所以而且愿意说话 不论是在最近的 比如说缅甸危机上 新加坡也蛮有立场的 而且新加坡的一些说法 也是其实是算是最最鲜明的 乌克兰这一次呢 其实也不奇怪 新加坡也是比较鲜明 就是认为要维护联合国宪战 当然跟他自己的地缘政治有关系 因为毕竟他面对周边两个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都是非常大的国家 体量来说是数千倍于新加坡的 那总的来说 他们就觉得他应该在国际事务上 应该要说出来 而且要积极表态 另外一个就是正确的事情 就应该去做 我们看注意到这次乌克兰危机 似乎是促成了美国和他的盟国的一种 似乎比过去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空前的 这样的一个团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使得俄罗斯某种程度上是陷入了一个 国际孤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使得民主国家的力量好像就再一次的 又重整出来了 重现出来了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国际环境下 你觉得北京就是中国方面 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 如果比如说他假如选择的是错误的时候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到 其实是在拜登的领导下 是欧洲跟美国其实是在很多方面是不调一致的 那这跟拜登他本身的这个领导力有关系 如果是Donald Trump在位的时候 不见了会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一点就是说 俄罗斯这种比较明显的违反联合国宪战的 特别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 对很多国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说 他美国和欧洲 他毕竟是四处有名 所以我相信他们要做这个举动的话 也比较容易得到国内的民意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种背景下 中国现在就是基本上他的说法都是中立的 那他其实是也承受了一定压力 所以秦刚会专门去对美国的媒体说 其实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有底线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其实是很明显的表态 就是中国也不会为这种入侵行为背书 他顶多就是说我要协调 我要大家能够坐下来和平谈判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 他如果在这个时候给俄罗斯提供实质的帮助 在道义上实际上是比较难行的通的 真正也是不打哄的 他的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